第七十一集 诡异的信息 交了打茶围的银子进入院子 燃烧炭火的室内坐着七八个客人 喝茶聊天 雅兴正浓 六名身穿彩衣的舞姬 披着轻薄的纱裙翩翩起舞 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和丰满的臀 徐清安扫了一圈 没看到那位在外大家闺宿 在床内媚风骚的花魁娘子 打茶围不全是行酒令 也有听曲和赏舞等节目 而花魁娘子不是每次都出厂陪客人 同样的客人也需要自由空间 行酒令固然有意思 但不利于交流私事 有些客人是结伴而来 在这里喝花酒联络感情 这时候就需要一点自由 让他们自己发挥 三人入座 宋亭风耸了耸肩 瞇着眼 看来福香姑娘 今晚上不打断出来陪客呀 为什么这么说 打茶围时间有限 通常来说 一批客人最多在这待一个时辰 要么继续下一桌 要么走人 而行酒令想玩的愉快 差不多也要一个时辰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一批是不玩行酒令了 那么福香当然就不会出现 为什么你这么懂 教方寺的规矩 没少光顾吧 许清安点了点头 表示学到了新知识了 一支舞结束 舞技短暂休息 一名穿淡青色如衫的年轻人 起身举着杯环顾四周 杨玲杨公子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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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连问了三遍 无人应答 失望地坐下 临桌 一位傅家翁打扮的中年人 好奇地问道 哎 兄台 这位杨玲是何许人呢 书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淡青色如衫的年轻人 微微地抬起下巴 听过吗 哦 有点印象 傅家翁打扮的中年人 回忆片刻 当然 此时一出 便被当下的读书人 成为千古以来永眉绝具 便是你们这些人 也当听过的 穿如衫的年轻人 骄傲地昂起了头 只有我们读书人 才能做出的家具 傅家翁打扮的中年人纳闷 那公子为何在此地寻人呢 两人交谈之中 边上的酒客也纷纷停止攀谈 侧耳倾听 因为这首千古绝唱 就是在影眉小阁问世的 这诗是杨玲杨公子 赠与福香姑娘 以梅玉人 娇香灰映 当真是锦绣心思 难怪影眉小阁 近来恩客如云 难怪福香姑娘 总是不出面 是啊 听说福香姑娘 已经轻易不陪客了 书影横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 月黄昏 好美的事啊 真想见一见福香姑娘 还有那位才子 闻言 但青色如山的年轻人 扼腕叹息 那杨公子出现过一次 便鸟无音信 国子剑派人去常乐县学找他 结果查无此人 啊 竟有这等怪事 但青色如山的年轻人 无奈说道 我天天来影眉小阁 就是为了等他 不只是我 京城学子都想结交此人 宋庭峰嘖嘖说道 这下可好 福香姑娘啊 已经不是我们可以 觊觎的女子了 朱广孝也叹息了一声 许其来心虚的低头喝茶 这算不算无形中 轰抬了价格啊 宋庭峰看着新同事 可惜你破案里还写诗不行 你若能与那杨玲一样 写一首千古绝句 福香姑娘倒贴都愿意 倒贴 许其安发现了华典 你到坊间流传 风尘女子与穷酸书上的 风流运士是凭空捏造 穷酸书上偶尔能出家具 赠予风尘女子 她就会身价大涨 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 而那些年少聪明的读书人 更是风尘女子争相吹捧的对象 别说不要银子 便是倒贴也愿意的 白鹿书院的紫阳居士 当年就颇有诗才 考中状元后 在教方司流连三月 一钱银子都没出 朱广孝点点头 急于肯定 宋庭峰发现新同事 趁目结束 像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惊 又仿佛听见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一位伺候客人喝酒的丫鬟 匆匆离席 盯着许清安看了几秒 露出了狂喜神色 竟撇开了酒客 不顾形象的跑出了屋子 再不久 盛装打扮的花魁娘子就出场了 长长的裙摆拖叶在地 青丝间的华眉首饰 与焦好的容颜焦香辉映 一群厚度恰到好处 既不显臃肿 凸显出玲珑浮屠的成熟身段 也不至于让人觉得卖弄风骚 这和许清安第一次见到她时 穿衣打扮上明显更讲究了 不像是教方司的花魁 而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艳明远波的交际花 福乡娘子一双盈盈妙目 在客人身上扫过 在许清安身上停顿了一下 福乡刚才看我了 宋亭风微微震惊 朱广笑看了她一眼挺直腰杆 不服气地说道 是看我的 朝客人失礼后 福乡声音软糯地说 奴家献舞一曲 为客人们皱皱雅相 客人们惊喜万分 没想到这位教方司 风头最近的花魁 肯出现一件 心思敏锐的客人 想得更深一些 福乡花魁 号称诗琴双绝 不以舞注成 为何今日偏偏跳舞呢 这深段 要是能给我跳一曲 极乐净土就好了 许清安一边欣赏着 优美的舞姿 一边浮想联翩 一曲结束 福乡饮了一杯酒 脸蛋涂红地告退 宋庭峰笑了 直了 朱广孝点点头 宋庭峰端起酒杯 朝许清安示意 福乡姑娘很少跳舞 弹琴倒是经常 你出来教方司 能见到他的舞 这银子花得直 许清安举杯回景 今晚要是能塑在 他屋子里就好了 宋庭峰哈哈大笑 朱广孝微微摇头 宋庭峰刚笑完 就看见一位丫鬟走了过来 杨公子 我家娘子 请你入屋喝茶 宋庭峰和朱广孝 茫然地看着许清安 脸上表情一点点的僵硬 许清安拍了拍 他的肩膀 明日冒时 夜门口不见不散 慌了一声 那位穿淡青色如衫的读书人 猛地从讹岸前站起身 露出震惊狂喜之色 杨公子 你是杨玲 你就是杨玲 杨兄 杨兄 在下度音 许清安停住 朝他拱手 跟着丫鬟离开 杨玲 满屋子的酒客瞪大眼睛 几个穿如山的读书人狂喜 宋庭峰和朱广孝 无声对视 一脸问号 温暖如春的卧室 屏风后的浴桶 许清安泡在浮满花瓣的热水里 舒服地吐出了一口气 披青纱 肌肤白皙 身材出众的浮香 跪坐在浴桶边浮屎 柔软的小手 在他身上揉搓 七日不见 公子越发神俊了 花魁娘子欣赏着许清安 强健的身躯 亮晶晶的毛子快移不开了 之前的许清安 五官俊朗 也算是不错 今日重逢 明明外表没有变化 却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气质 许清安扬了一下眉毛 主要你喜欢 我的改变就是值得的 浮香翘脸一红 有些羞怯的欣喜 她神色优越 请会说些好听的哄骗奴家 公子明明是瞧不上我的 哪有男人能抱着她一整晚 啥都不做的 花魁娘子第二天醒来 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那天比较累 许清安心说 这话听起来就像四五十岁的老男人的借口 她当即岔开话题 冷不冷 花魁娘子立刻点头委屈道 许清安把她拉进浴桶 扑通了一声 猝不及防的尖叫 浮香趴在许清安怀里 娇嗔道 讨厌 她坐在许清安肚子上 双手勾住她的脖子 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向她讨教诗词 许清安虽是个水货 但肚子里记得诗词多 偶尔蹦出几句 就让花魁兴奋的面红耳吃 对了 周侍郎罢官流放的事 杨公子听说了吗 她撞死随意的一句话 让许清安心生警惕 听说了 似乎是被威武侯弹劾了 花魁娘子 抬起妩媚多情的俏脸 凝视着她 似乎是因为那位周公子 贼心不死 绝持了威武侯的兽女 所以说 美色是刮骨刀啊 许清安 半惊讶半感慨地说道 作为刑侦老手 没有人能轻易 从她这里套取信息 不过 福湘可能心里起疑了 哪有那么巧的事 那天刚刚说完陈年往事 周立就真的对威武侯庶女出手 未必是疑心 但肯定有好奇心 我得增强这个女人对我的好感 让她打心底倾向我 免得哪天 对某位官员说起我的事 许清安搂着美人的相间 刚才看姑娘跳舞 忽然有所触动 偶得几句 今年欢笑复明年 青年欢笑复明年 秋月春风 等闲度 花魁娘子眼里蓄了泪水 低声哭泣 公子是在冲农家的心窝吗 公子好狠的心 这天晚上 花魁娘子的床 一直摇到了半夜 第二天卯时 许清安在略显憔悴的美人服饰下 穿戴好衣冠 用了早膳 告别寒情默默的福香 伺候福香的大丫鬟 今早看她时 那崇拜的眼神 让许清安春风得意 出了影眉小哥的院子 在门口看见精神兜唾的两位同僚 果然没有问我要银子 奈何美人恩重 咋两位 许清安语气轻快的说道 三个人并肩离开教方寺的胡同 临别时 宋庭峰眯了眯眼 忍不住问道 福香姑娘 如何 沉默寡言的朱广孝也看了过来 许清安目视前方 带着三分桀骜 三分脾气 嘴角一扬 以后叫我润居士 在内城买了几匹绸缎 租一辆马车赶回徐府 许二叔今天请假 留在家里等他消息 许清年呢 也没有读书 没心情 直到许清安让人搬着绸缎回来 一家人才如是重负 许清安没有解释太多 指着绸缎 给婶婶和妹妹们做衣裳的 婶婶心里憋着气呢 抬了抬雪白尖翘的下河 哼了一声 小豆丁拉着她的裤脚 要往上爬嘴里嚷嚷着 大哥大哥 我看到姐姐昨天偷偷躲着哭呢 瓜子脸的许凌月面红耳赤 当着家人的面 不好表现得太亲你 许清安朝美丽少女笑了笑 然后踢剑子似的 把小豆丁踢在空中 伸手抱住 婶婶给吓了一跳 小豆丁呢 则没心没肺的咯咯大笑 二叔一愣 你踏入练气境了 得到许清安的肯定后 二叔露出了老父亲般的欣慰笑容 书房里 许清安简单的向二叔和二郎 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父子俩都是一阵后怕 许清年审视着堂哥 长公主为什么会派人跟踪您 我也想知道啊 许清安给出了猜测 也许是那天在书院里的外人 只有我 亚盛学宫 发生异象的当天 长公主也在学院里 不可能不关注此事 如此一来呢 监视一下当日唯一的外人 倒也合理 许新年沉生说道 长公主心思深沉得很 她不但在白鹿书院求学多年 与魏渊更是半个师徒关系 她的奇异超绝 举荐你为大羹人 绝非是一时兴起 随手落个贤起 大哥将来如果被她召见 不用惊讶 切记 一定要小心 谨慎对待 许清安呢 恩了一声 能被心高气傲的许慈舅 如此重视 忌惮 说明这位长公主 不是个简单人物 许新年说完 忽然扬起下巴 我踏入修身境了 她心想着 我也成为了儒家八品的高手 许清安惊喜了一下 修身境的儒生 有什么神意 许新年嘴角一挑 一直所在 虽千万人 五王矣 这一刹那 许清安心里 涌起豪情万丈 迸发出孤身面对 千军万马的勇气 这种莫名的勇气 维持了一刻钟 才缓缓消散 修身是磨练文胆的过程 这个境界的儒生 一言一行 都让人信服 比如大哥刚才 就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 于是不自觉的 会照做 将来我入朝为官 断案不比你差 许清安心说 不 我是靠真本事 你那是靠作弊呀 这相当于是一个勇气buff 严处法随的雏形 许清安眼睛一亮 与二叔对视了一眼 此久 大哥待你不保 滚 许清年不等他说完 拂袖而去 粗鄙的武服啊 许清安回自己的小院 补了个叫 忽然 他莫名其妙的惊醒 惊动他的源头 是藏在枕头底下的 玉石小镜 玉智的镜面 出现了一行小字 你在哪里 第七十二集 道门帝宗 你在哪里 许清安盯着镜面 愣了半天 啊 镜子说话了 他是有自我意识的宝贝 酒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镜子叫酒 哎 不对啊 如果是镜子的自我灵性 那不会问出你在哪里 这句话 因为我和你睡在一张床上呀 天年同床共枕 许清安盯着镜子 陷入沉思 他在思考这四个问题 第一 镜子是什么宝贝 除了收纳物品之外 还能接收信息 第二 这是信息吗 如果是 那么是谁发来的 第三 老道士是谁 他为什么要把镜子赠予我 第四 我该不该回应呢 谨慎起见 许清安秉承着 只要我假装没这事 那他就不存在的思想 默默收好镜子 不打算回应 而且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来到院子里 把头埋在水缸里进了进 用汗布擦干 许清安离开小院 他已经加入打耕人 但正是上班时间是后天 打耕人衙门要为他准备制服铜锣 时间还早 五十下两刻 许清安先去了一趟长乐县衙门 向同僚和朱县令通知了自己成为打耕人的事情 朱县令这边已经得到消息 因为打耕人提前从长乐县衙取走了许清安的户籍 许清安和同僚朱县令约好晚上一起吃饭 既是告别宴 也是庆祝他升官发财的贺宴 地点当然是选在距离县衙不远的小乐馆 官场交际 青楼市首选 在此之前 许清安打算去勾兰 边听曲儿 边解决午饭问题 告别宴从深时开始 一直持续到有时三刻 席间朱县令溃探 您啊 你我是长乐县衙门出来的人 能成为打耕人 是我们长乐县的福气 本官以前就很看好你 他顿住 举起杯一饮而紧 如果我能继续往上爬 朱县令大概是我官场上的一个相当可以信赖的人脉 许清安议会也跟着饮进杯中酒 结束晚宴 衙门的快手们都没来 老宝喊来一群青春貌美的姑娘 带到雅间 供官老爷们挑选 啊 姿色还不错啊 搁在我上辈子 就是会所嫩膜排成一溜 许清安摇摇头 尝到福祥那种美人的甜头后 寻常女子他有些看不上 许清安把朱县令和快手同僚们安排妥当之后 离开小月馆往家的方向走 来到院门口 发现锁被打开了 屋子里透出烛光 二叔来找我了 许清安推开院门进了屋子 黄昏的烛光里 穿素色长裙的少女坐在桌边 单手称鹅 琴手一点一点 许清安立刻扫了床边的柜子 见没有打开痕迹 心里略松口气 啊 或许我可以考虑用英文写日记 他走过去 轻轻的推行许凌月 大哥去哪了 许凌月睁开眼 美眸迷惑了一阵 继而泛起喜悦 他尖俏的瓜子脸 在烛光的映照中 像一块温润的暖玉 没有瑕疵 毛子里则闪着光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他细声细气的说 大哥怎么没回家吃饭 爹说 大哥肯定是逛青楼去了 二叔你可真等我呀 没有没有 只是正常的应酬 我去了打更人的衙门 所以请同僚们吃饭 不过二叔会这么认为也正常 正常的舞者呢 好不容易踏入炼气井 憋了十几二十年 肯定要千金散尽 才肯罢休 大哥喝酒了 既然已经吃过了 那我这就回去 厨房里还热着菜呢 许凌月听信了大哥的解释 有些开心的笑了 许青海有些感动 这个家里出了二叔 就这个妹妹对他最好 天黑了 出门走夜路到底不安全 大哥送你吧 许凌月没有拒绝 从小院出门到许府正门 大概有两三百米 弱女子孤身独行 确实不安全 但他没想到 许七安带着他来到院角 拦住盈盈一卧的小仙妖 腾空一跃 竟然选择翻墙 脚尖一落地 他便急晃晃地推开许七安 细弱闻吟 多谢大哥 目送许凌月的背影消失 许七安纵身一跃 回到自己的院子 这时 他又产生了莫名的心机 掏出怀里的浴室小镜 洁净的镜面 缓缓地浮现一行小字 你在哪里 许七安皱了皱眉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 汇过来不解决 总觉得是个隐患 许七安背靠着墙壁 私寸良久 决定回复信息 回复的理由有两个 一 镜子现在终归是他的所有物 如果能彻底摸透镜子的功能和神意 对他来说是有弊异的好事 就好比 你明明手握AK47 却把他当作拐杖挥舞 第二 他怀疑这条信息是那位老道士发来的 如果是这样 他就能顺势弄清楚对方 为什么要把宝贝送给他 未知的馈赠 终究让人心里不安 许七安尝试语音输入 再洗澡 洁净的镜面没有变化 许七安换一种方式 以指头代替笔 在镜面上写下这句话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镜面浮现一行字体 呵呵 在洗澡 哎呦 通过触碰传递思维 三 代表的是我这面镜子的序号吗 对方是酒 他也有一面镜子 你是谁 你是谁 许七安没有回答他 对面也陷入了沉默 过了几分钟再次传来信息 金莲师兄在哪 是死是活 你怎么得到这面镜子的 你是天地会的人 金莲师兄应该是那位 赠予我镜子的道长 这位九号称他为师兄 两人是同门 天地会 怎么一世界还有反清复明啊 大致摸清楚多一方身份后 许七安松了口气 以指代笔输入信息 我不是天地会的人 这镜子是一个老道士送给我的 你怎么证明自己 自己不是天地会的人 给频道报上姓名 许七安有一种 听友问你要收回地址 要给你寄刀片的感觉 他本能的抵触没有答应 道长 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啊 过了一阵 送你镜子的道长身在何处 不知道 许七安发完 静静等待 看对方会说些什么 贫道紫莲 那位赠予你镜子的道长 便是贫道的师兄 这面镜子 是我们地宗的法宝 既然师兄把镜子赠予了你 想必阁下也非普通人 想必听说过我地宗大明 抱歉 一无所知 那边沉默半天 不见情绪的回复 道门分天 地人三宗 原来是道门的人 许七安 精神一阵 第七十三集 惊悚 天地会又是怎么回事啊 天地会是邪教 寄予我们地宗法宝已久 这法宝又叫地书 可以千里传训 我们前阵子收到金莲师兄的求救信息 指他去了大奉京城 因为只有进入京城 才能躲避天地会的追杀 可我赶到京城时 却失去了金莲师兄的联络方式 故通过地书传讯 这才知道他将地书转交给了你 想必师兄情况非常危急 才不得不舍弃地书 以求自保 我 他意思是 把锅甩给我了 许清安懵了 只是不知道阁下是何方神圣 竟能让金莲师兄放心将地书委托于你 我只是个小快手啊 不 我只是个小小的打羹人 许清安心凉了半截 为什么舍弃地书能自保 天地会的人能锁定地书的位置 推理大人许清安 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问题 此事涉及我第一宗一桩密室 贫道不能告知 底书是我宗至宝 希望阁下能还给贫道 贫道必有重心 啊 怎么还你 许清安有点舍不得 毕竟 这是个能充当储物戒指的宝贝 但考虑到他伴随的风险 还是选择了从心 贫道就在京城 随时可以来找阁下 如果阁下信不过贫道 可以由你来选择交换地址 阁下想要什么 我要什么 要女人啊 我要热乎乎的女人 许清安差点脱口而出 道长客气了 物归原主是在下应尽的责任 只是当时那位金莲道长 与在下说 此乃天地至宝 以黄金五百两的价格 都授予我 在下绝非索要钱财 只是宝物归还原主 黄金自然也得物归原主 等价交换 是吧 本该如此 许清安收好镜子 怀揣着五百两黄金的美梦 沉沉入睡 一日 他换上了打耕人的拆服 挂上腰牌 佩刀 在胸口绑上昨日新换的铜锣 翻墙去二叔家吃早餐 出了许甫 从门房老张那里接过马江 许清安乘马赶往内城 去打耕人衙门 这匹马是二叔的坐骑 现在归许清安了 当然为了读婶婶的嘴 许清安给了二叔五十两银子 也是没办法的事 打耕人衙门在内城 距离徐府太远 许清安不行的话 到打耕人衙门都快吃午饭了 火速赶往打耕人衙门 踏入春风堂 李玉春正在与一位银罗喝茶 你手底下的新人 那位银罗见识个陌生的随口问道 李玉春汗手 嗯 什么评级 李玉春不等许清安开口 连忙说道 以下 银罗颇为诧异 不错不错 衙门就是需要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 将来你们是打耕人的扛两者 后半句话是说给许清安听的 许清安恭敬行礼 这才说明来意 头儿 我想去暗毒库 他既不知道暗毒库在哪 又不知道相应的权限 以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找立元 明白了 许清安退出春风堂 领导在聊天打屁呢 做下属的 没有紧要的事 不能打扰 这点眼力价还是有的 逮着个立元 问明暗毒库所在 许清安来到了一座大院 把腰牌递给黑衣立元 后者接过 确认无误后 交还给许清安 暗毒库分四个区域 甲乙丙丁 铜锣只能去丁字房查阅暗毒 许清安真捉了一下 我该怎么知道 我要查的资料在哪个库房 黑衣立元态度恭敬地笑道 去丁字号库房 甲乙丙丁四个库房 丁是基层的 也是最大的 这符合金字塔规律 越是机密的文件数量越少 许清安进入丁号库房 来到接待台前 我要找到门的资料 接待台后的立元 翻出了一本厚厚的册子 查了好一会儿 抬起头说道 大人 稍等片刻 他进了暗毒库内部 额请这位黑衣立元 握着一卷书出来 伸手接过许清安腰牌的同时 把书递了过去 上杯热茶 然后 他转身去了摆着桌案的侧厅 翻阅起盗门资料 盗门的源头来自盗尊 盗尊的年代已经无法考证 相传道尊是上古其人 他一气化三清 分别是原始天尊 道德天尊 灵宝天尊 揽和天地人三才 这便是盗门天地人三宗的由来 其中天人两宗 视如水火 都自诩是盗门正统 恨不得把对方的脑僵子给打出来 地宗那最寡淡 门人风格非常低调 不争名不夺利 对此不了解的人呢 都以为盗门只有天人两宗 闲鱼的让人心疼 这年头啊 道统之争估计是最大的矛盾了 许其安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欲解天下无敌 继续往下看 他发现地宗 闲鱼是有道理的 地宗拜的是道德天尊 修的是无量天尊 他们云游天下低调做人 做好事不留名 得了功德就走 功德 许其安皱眉沉思 功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与运气是同源的 世人常说 行善积德好人有好报 功德就意味着福气 福气和运气是一回事 所以那个地宗的老道士 能看出我的特殊之处 知道我是个福星高照的欧皇 便心安理得的把烫手山芋甩给了我 妈妈的 你不是修功德的吗 怎么尽干些缺德事啊 许其安心里付菲 他由此展开联想 自己身上古怪的运气 也是一种功德 可是 许家祖上十八代都是小老百姓 就二叔这一代稍稍有起色 兄弟俩还是个手拿菜刀砍电线 一路火花带闪电的沙坯 好事没怎么做 战场上倒是砍了不少人 这时呢 管理员气好热茶端过来 先聊到 大人是在查任宗的资料 不 查的是地宗 许其安反问 任宗 咱们的国师就是任宗当代到手啊 魏大人对那位女子甚是不喜 女子道手啊 那个传说中的角色道姑 许其安恍然大悟 以前只知道当今圣上陈弥修道 渴求长生不死 封了一位天仙般的道姑做国师 没想到竟是任宗的 四天剑的术士 道门仁宗 大耕仁 儒家的白鹿书院 大奉军方 朝堂文官集团 京城就像小小的水潭 却挤满了蛟笼啊 难怪九号说 天地会的人不敢进京城 进去试试呀 试试就去试 你再给我找一找天地会的资料 还有帝书 帝书你知道吗 天地至宝 如果我想去嘉仪秉三号库房 该通过什么渠道申请 啊 乙和禀号库房 分别对应金螺和银螺 至于甲子库房 得有未公的手书才能进入 不过 你要找的天地会和帝书资料 丁号库房就有 简许清安愣了愣 他解释道 这天地会听着就像是个江湖组织 而帝书是传说中的上古法宝 两者都不是什么机密的东西 我去查查手册 看看在哪个地方 说完 就去了接待台 许清安望着他的背影 愣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 他这也是陷入思维误区 认为越远古的东西越机密 其实不是 越远古的东西越不值钱 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 古董还是很值钱的 而是机密等级 真正的机密 反而是与当代息息相关的东西 比如军事情报 边防布局 火药配方 工程器械 造船图纸等等 我相信 将来甲子库房里会多一份机密档案 人语受杂交密集 著作人 宋青 许清安 很快 立元翻找出地书 与天地会相关的资料 许清安迫不及待的翻看 天地会与他自身安慰挂钩 他选择先了解这个组织 江湖上 江湖上组织千千万 门牌林立 没什么特别值得在意的 经营一些灰色收入 都还听话 愿意服从朝廷管束 个别一些底蕴 特别深厚的江湖势力 不太买朝廷的账 但他们的存在 也起到了稳定一方的作用 偶尔还会自发剿匪 天地会就是其中一个 不起眼的江湖组织 关于他的记载 最早出现在了一家子前 那年云州大旱 流民落草围口 四处截掠 天灾与人灾肆虐 当地江湖势力 联合朝廷剿匪 天地会就是其中之一 看起来 还是颇有狭义的组织 有时候做好事的 未必是好人 就好比做慈善的 未必是真心做慈善 也可能是为了博取名声 许清安喝了口茶 继续往下看 天地会不是活跃组织 属于半隐秘性质 相关记载寥寥无几 许清安看完 没有太大的收获 没有收获反而是正常的 能逼地宗高手 逃进京城 说明它是一个很庞大 很强势的组织 这样的组织 能瞒住打耕人的情报网 也合情合理 我是不是应该禀报春歌 丰富一下打耕人的暗毒库呢 暂时还是算了 他不打算把这件事上报衙门 虽然这可能换来一笔功劳 但无法与黄金五百两相提并论 帝叔这样的宝贝 是个人都眼红吧 万一哪位金螺看上了 直接让我上交国库 许清安合上册子 打开帝叔的相关资料 帝叔是上古至宝 来历无法考证 只值是那位出身年代 无法考证的道尊遗留 资料上甚至没有提及帝叔的功能 不过倒是有一条备注 说的是此类上古至宝 多是天地孕育而生 非人力能力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就是低邪认主 低邪认主 许清安心说 这个套路我懂啊 绕来绕去 原来是低邪认主 宋清给他的法器 打耕人的铜锣 只需要灌输契机就能使用 没有认不认主的概念 他们本质都是工具 落在谁手里都能使用 许清安就觉得 低邪认主 在这个世界不存在 他掏出怀里的玉石 小镜放在桌上 配刀出鞘两寸 直度在刀锋轻轻的按压 阴红的血液 立刻浸出 许清安抹在 玉石小镜的表面 那抹鲜血 在镜面停留了几秒 缓缓消失 被镜子吸收 下一刻 许清安眼前的景物 开始模糊 册子 桌案 茶杯都在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混沌 萌萌混沌中 他看到了八个光点 悬在混沌世界中 这八个光点 象征着其他镜子 加上我 正好九面镜子 许清安目光扫过 试图寻找九号 但他并不知道九号属于哪个光点 随便点一个 家好友 许清安抬起手 尝试摇指距离他最近的光点 那道光点 顿时水波般荡漾开来 涟漪扩散整个混沌世界 许清安像是做了一场梦 眼前的景物恢复 依旧身处暗毒库的接待厅 面前摆着册子和茶杯 以及那面平平无奇的玉石小镜 但他知道这不是梦 因为低血认主后 玉石小镜与他产生了某种奇妙的联系 悬而又悬的归属感 这时镜子里缓缓地凸显出一行字 别相信九号 不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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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四集 只有勾兰听曲能抚慰我的心灵 别相信九号 不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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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的接待厅里 许清安凝视着这句话 几倍冒出了冷汗 难以言喻的恐惧在心底弥漫 他神色恍惚地喝了一口茶 发愣了片刻 从那种诡异恐惧的气氛中挣脱 这个六号 应该就是我刚才点中的那个光点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九号在骗我 如果九号是骗我的原因呢 六号既然知道九号骗我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如果九号不可信 那六号同样值得怀疑 老子他们谁都不信 许清安深吸了一口气 一纸代笔输入信息 你是谁啊 凭什么说九号不可信 你是天地会的人 对不对 是的 哎呦 居然这么痛快就承认了 许清安沉默几秒写道 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地书属于天地会 九号是地宗的人 他们是一群凶狠残暴的疯子 不可理喻 你千万不要和他们有接触 恐有生命之忧 你怎么知道我和九号有联系 许清安提出质疑 三号碎片被地宗的人封禁了 断绝了与我们之间的传输能力 且地宗的人可以通过九号碎片锁定三号 这就是为什么金连刀长会舍弃碎片 转赠给你的原因 也就是说即使我不与九号交易 他也能通过九号锁定我 难怪他并不急着催促我 物归原主还把主动权交给我 让我来选地点 难怪昨天我问九号天地会的人是不是可以借地书锁定我位置时 他转移了话题 许清安回忆起了更多的细节 不管我怎么选 他都稳赚不赔 我选择交易 他可以黑吃黑干掉我 我不选择交易 他也能拖延时间 一直到锁定我的位置 卧槽 许清安头皮发麻的在心里爆粗口 六号继续发消息 但地书是一体的 我们依旧能通过地书看到你和九号的交流 万分无奈 直到你第一些任主建立了与我们之间的联系 我该怎么办 我希望你能将地书碎片归还天地会 如果你不放心 我会给你一个地址 你让人送到那里 那老子的五百两黄金 许清安盯着镜面没有回复 我谁都不信 六号未必是好人 他没准再反透露我 我要那么好忽悠 警校就白赌了 许清安回复 地书是天地会的宝物 九号是地宗的人 地宗急于地书 根据打更人内部资料记载 地书是道门地宗的宝物 而天地会只是江湖组织 可刚才六号说 地书是天地会的东西 地宗寄予此物 如果六号给不出合理的解释 许清安就把它给拉黑 地书是地宗的宝物 但那是以前 它现在属于天地会 而天地会是由部分地宗门人组建的 何出此言 此时涉及到地宗一桩秘密 我非地宗门人不方便透露 我明白了 你留个地址吧 城内阳水街与张氏绸缎铺子相对的宅子 院内种了一棵枇叭树 许清安此时已经彻底恢复冷静 喝了一口渐渐失去温度的茶水 指尖倾口桌面 目前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选择 第一认可六号 把镜子送回去 他可以花钱雇人送 既不用考虑六号的身份 又不怕九号的锁定从此脱身 第二 与九号交易 缺点是可能会面临黑吃黑的危险 好处是一旦独队 五百两黄金到手 第三 把地书上交打耕人换取功勋 如果我还是那个长乐县衙的小快手 我肯定选择第一种方法 以稳为主 可老子现在是打耕人 在大凤京城外来势力甭管多强大 是龙得盘着 是虎得窝 不 他们甚至都不敢进城 我才刚加入打耕人 没有功劳 没有资源 正好可以用地书换一个锦绣前程 这种上古之宝 衙门想必很乐意接收 魏渊那位大宦官 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打定主意 许清安归还侧子 从看管暗毒库的立员那里 取回自己的腰牌 风风火火的离开了库房 在一个没人的角落 取出了玉石镜内部的物品 军弩 石谷都 护心镜 以及春歌归还的四百两银票 揣好这些东西 他来到打耕人衙门最高建筑物 好气楼 楼底下的守卫拦住了他 许清安摘下腰牌 迅速禀告魏公 通罗许清安有重大事件汇报 守卫接过腰牌 确认无误审视着他 为何不找直属的银罗 银罗不在 情况紧急 速去 许清安比他更刚 这件事他不打算让李玉春知道 准确的说 不打算让更多的人知道 天敌会也好 盗门地宗也罢 都是大势力 他们或许不敢报复打耕人 但许清安是有家的人 这一点他上辈子当警察时就懂得道理 许清安必须淡化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痕迹 让天地会和地宗的人忽视他 两名守卫对视一眼 其中一人匆匆地进了楼 几分钟后 守卫返回 进去吧 魏公在第七层等你 许清安这才松了口气 那位全是滔天的大宦官愿意见他 计划等于成功了一半 他当即进楼 飞快跨过一层层楼梯 来到第七层 楼梯口 早有一名黑衣立员等待着 领着他穿过城廊 来到一间茶室 茶室空无一人 与之相连的廖望厅 站着一席轻衣 魏远转过头来温和道 何事 他五官清俊 气质儒雅 鬓角双白 眼中沉淀着难以言语的沧桑 不像是宦官 反而是个读书人 许清安不敢直视 微微低头 卑职参见魏公 卑职有一重大发现 特来禀告 说着他从怀里摸出 玉石小镜 双手高举 此乃帝叔 道门帝宗至宝 帝叔 委员愣了愣 凝视着小镜 你是怎么得到他的 徐清安不做隐瞒 把如何得到镜子 如何接收信息 以及暗毒库里发生的经过 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宦官 他没有隐瞒的必要 镜子是在加入打耕人之前得到的 是他的私有物 而即便是加入打耕人后得到镜子 也是同样道理 委员不会因此对他产生负面观感 轻易大宦官似笑非笑 黄金五百两 大佬 您关注的点是不是奇怪了些啊 小人只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谋求利益 委员温和已小 目光重新落在镜子 这时镜面浮现出了一行字 考虑好了吗 什么时候交易 大宦官嘴角一条 把镜子抛给许清安 镜子已经滴血认住 只有你能回复 告诉他 交易地点在内城贵月楼 鸾凤和明雅间 时间定在一个时辰后 许清安立刻在镜子里 给出回复 好 你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住址 应对的不错 下去吧 这件事会有人去办 许清安在心里问了一句 那那那我的五百两黄金呢 不不 功勋呢 他没敢说出口 抱拳说了一声 是 他没带走镜子 静止离开茶室 出了好气楼 许清安心情很复杂 有丢开烫手山鱼的轻松 也有痛失质宝 以及五百两黄金的心疼 至于功勋 虽说大宦官没有提及 但许清安能体谅人家的逼格 堂堂大佬 跟他一个小铜锣 讨论功勋的问题 显得太掉价了 反正应该不会亏待我的 许清安心痛的离开打更人衙门 打算去勾拦 听听小曲 抚慰一下心情 第七十五集 枪翼 叫方斯 影眉小哥 许清安坐姿慵懒的倚靠在紧踏 打更人的拆幅挂在一背 宽敞的室内 六名武器翩翩起舞 轻薄的纱裙下 纤细的埋腰 款款摆动 许清安的背后 一名丫鬟在揉肩 他的腿搭在另一名丫鬟怀里 让他捏腿 花魁娘子穿着华美繁复的长裙 琴手微锤 专心致志的弹琴 偶尔抬头看一眼乐不思蜀的许清安 一住相后 琴音消散 武器们退出屋子 浮香盈盈起身 在铜盆里净手幽怨道 杨公子 原来是打工人啊 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许清安低头玩手指 漫不经心的回了一句 花魁娘子提着裙摆上榻 坐在他身上 双手按着结实的胸肌 笑容妩媚 喜欢的 许清安之所以掉头来教方司 主要是距离近 绝对不是因为勾拦吃饭听曲要好几钱 而在这里 浮香给他免费 我和九号的聊天内容 六号怎么知道的 三号碎片被封禁 所以无法接收到其他碎片 持有者的传信 但其他持有者可以看到 这帝叔是古代版的QQ群不成 早知道 低血认主后 我就挨个的家好友 当时有点被吓到了 只想着把这个烫手山鱼给抛开 天地会和帝宗似乎有渊源 门派分裂 许清安 思路被打断 皱着眉头看了眼 含蓄挑逗他的花魁 他有一双惹人怜爱的桃花眸 别乱动 许清安不愿说道 几分钟后 守在外室的丫鬟们就听见了声音 咱们先走吧 估计要到黄昏呢 桂月楼 鸾缝和鸣雅间 一名穿黑色浸装的男子 单手主刀 挺直腰背地坐在圆桌边 黑衣男人脸颊有一道两指长的刀疤 三角眼 浅褐色的瞳孔里 视而闪过胸光 给人一种桀骜狂徒的感觉 仿佛一言不合就会拔刀砍人 力气极深 他是打更人衙门的死囚 名字被当今圣上勾画过的那种 出行日在明年秋后 今天忽然被一位金罗从死牢提出来 那位金罗告诉他 只需要圆满地完成一个任务 就可以将他放归江湖 找人顶替他死囚的身份 这个说辞可信度很高 圣上勾画过的名单 通常意味着必死无疑 不可能被赦免 找人顶替才是正确操作 此类将功熟过的交易 在打更人衙门屡见不鲜 他还没被抓住的时候 就曾经听江湖前辈说过 他的任务很简单 只需要做一场交易 但黑衣人知道 其中必然隐藏着极大的危险 否则如此简单的交易 何必找一个死囚呢 黑衣男人接受这个任务 有两个原因 一 索性是死 不如搏一搏机会 二 这里是内城的桂月楼 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等闲人不敢在这种地方闹事 这时他听见雅间的门 传来嘟嘟两声 门没锁 进来吧 黑衣男人嗓音低沉的回应 雅间的门被推开了 一名江湖客打扮的男人 夺步进入 披着灰色的袍子 半张脸隐藏在兜帽里 落露出的下半张脸 下河处有一层浅浅的清虚 刚刮过的样子 双方警惕地审视着对方 就这身打扮 肯定进不了内城 八城是进了桂月楼 才偷偷换上的 袍子里可能藏着武器 黑衣人半不屑半警惕地想着 听见斗篷江湖客 嘶哑着嗓音问道 东西呢 黑衣人平静地凝视着他 我好像说过 这面镜子 我花费了五百两黄金 他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什么镜子 他娘的要五百两黄金 斗篷江湖客恩了一声 单手伸入怀中 摸出了一打银票 手张的银票面值 是一百两 虽然知道这些银票 最后肯定要上交 但是财播动人心 黑衣男人不受控制的 眼睛发光 瞬间 黏在厚厚一打银票上 挪不开 镜子 斗篷江湖客 把银票放在桌上 嘶哑着嗓音说道 黑衣人 把那面仔细端详过 没看出 有什么神异的镜子 放在桌上 斗篷江湖客 微微抬起了头 露出一双 弱一粒如刀的毛子 凝视着桌上的镜子 片刻 很好 交易打成 出了这扇门 我们从未见过 他拿起了镜子 黑衣死囚 则两眼发光的 把手伸向了银票 突然 黑衣死囚 看见了江湖客 左侧的斗篷 微微的鼓荡 不好 他瞳孔宛若 受到强光照射般剧烈收缩 想也没想 朝着侧左翻滚 避开可能存在的攻击 任务果然没那么简单 幸好老子心里一直提防着 这是个高手 我不好硬碰硬 直接破窗出去 不信他敢在内城闹市区 当街杀人 黑衣死囚脑海里念头闪过 这时 他看见自己原先坐着的位置 端坐着一个身影 穿着黑色的禁装 双手拄着刀 拨镜处 被利刃削平 顽口大的巴正 喷泊着鲜血 黑衣死囚心里浮现一串问号 紧接着意识陷入了无边无尽的黑暗 斗篷江湖客把银票收回怀里 沈笑一声 转身走出了雅间 斗篷客离开桂月楼 骑上来时的快马 保持不紧不慢的速度 离开内城 离开外城 然后在关道上快马加鞭 马蹄扬起一溜尘炎 他狂奔了一个多时辰 前方出现了一座茶棚 摆着三张陈旧的桌子 买茶的顺个头发花白的老翁 这会儿没有客人 老翁自己坐在桌边喝茶 斗篷客勒住马江 骏马长撕着扬起前蹄 于高速驰骋中停下来 斗篷客把马江系在路边的木桩上 左右看了一眼 走向茶棚 他取出玉石小镜 恭恭敬敬的双手奉上 帮助 心不辱命 头发花白的老翁 接过玉石小镜声音低沉 你带回了一个敌人 斗篷客一愣 未来得及做出应对 便看见老翁挥了挥手 将他打飞 碰的一声 倒飞出去的斗篷客 恰好与一股锋利的气机碰撞 当场炸成尸块 鲜血泼墨般的死剑 老翁眯着眼 妄想关到尽头 一道挺拔昂藏的身影 缓缓走来 他出现时 还在遥远的尽头 挤西后 距离老翁就不足百米 杨燕 你这只未清一养在身边的狗 哼 别多管闲事 面瘫的杨燕面无表情 天要快 老翁勃然大怒 情绪说失控就失控 李生说道 那就别怪贫道 不客气 朴素的衣袍鼓舞 一缕缕黑烟 从他体内溢出 当空乱舞 发出森燃凄厉的哭声 扬眼皱了皱眉 你总修的是功德 什么时候会这些鬼没几两 老翁脸庞凸起 猪网般的黑色血管 瞳孔涌现 星红 魔气森森 贫道送你去问道德天尊 口中尖笑一声 漫天黑烟一边怪笑 一边扑向杨燕 杨燕面无表情 左右手互相对拳 砰的一声 狂暴的气急 以他为中心 化作涟漪扩散 沿途卷起草屑和尘埃 最后撞到一层黑色的薄膜上 天空黑光一闪 呈现出一个润薄湿滑 宛如道寇琉璃碗般的 大阵 我这白鬼阵进来容易 出去可就难了 总是你是四品五福 也得生生耗死在这里 老翁声音嘶哑的 仿佛来自地狱的魔鬼 半空中 被杨燕气机震散的黑烟 再次重聚 杨燕皱了皱眉 这阵法与四天剑的阵法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四天剑的阵法 是借天地知识 可长久存在 道门的阵法 是以人力布置 无法长久 这个白鬼阵非常棘手 各大修行体系里 道门是元神领域的执牛而者 道门六品阴神 在古代也叫鬼差 夜间勾人魂魄 主宰烦人生死 这白鬼阵 就是类似的手段 武夫虽然也有魔力元神 但只是叠加防御 让元神变得坚韧 缺乏相关领域的攻击手段 杨燕呢 面无表情 语气轻蔑 我听说道门八品叫石器 可以驱使法宝 召唤天雷 不让我体验一下 这就来 老翁又被激怒了 袖子里喷出两道血光 宛如血色闪电 杨燕不躲不避 任由两道血色闪电攻击 叮叮的 两道血色闪电 仅是割裂衣衫 继而弹飞出去 铜皮铁骨 为什么不还手 老翁怒道 布满猪网般的黑色血管 脸庞一成猙獰 我在等我的枪 他来了 话音落下 天边一道亮银色的流星 划破成空 润泊湿滑的气罩 硬声破碎 流星划过之处 黑眼痴痴的蒸发 内部无法破针 那就从外攻破 杨燕伸手握住长枪 一把银色的长枪 说完这句话 他身影突兀消失 仿佛与长枪合为一体 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 刺向老翁 老翁的血色瞳孔里 那抹银光一闪 不可抵挡 无法抵挡 那是百战不摸的枪翼 四平五夫的枪翼 老翁张嘴吐出一枚闪烁着血光和黑光的金丹 撞向长枪 金丹在枪翼中化作鸡粉 老翁的身体在枪翼中绞成肉末 那抹银色的光芒 物字冲出数百张 将一座山丘洞穿 老翁的身影在半空中凝聚 半虚幻半真实 他怨毒的盯着杨燕 看了一眼 化作青烟 断向远方 杨燕弯腰捡起玉石小径 扛着银枪 转身往京城方向返回 黑烟断出数百里 路过了一座村庄 便停了下来 老翁的脸在黑烟中若隐若现 盯着下方的村庄 阴神无法在白日里长期活动 没了肉身实力大大折口 无法应对后续可能遇到的危机 老翁打算夺射一具肉身 同时吞噬村庄村民的魂魄 滋补自身 有了打算后 黑烟鸟鸟挪挪的扑入村庄 前一刻还生动逼真的村庄 下一刻便如水波般破碎 一座缭绕五色功德的气罩升起 将黑烟困住 阵法中央穿着破烂道袍 五官深刻的老道士盘膝而作 清晨 许其安准时来到打更人衙门点卯 等待帝书事件的后续 不知道结果的话 他总觉得不踏实 临近中午的时候 黑伊丽园在春风堂隔壁的偏厅 找到了他 功声说道 许大人 卫功召唤 总算来了 许其安威威汉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